你真的不打算追究零八零号 他从医务室里面偷药 这可是死罪 不要急 狐狸总会露出自己的尾巴 放心他们的一举一动 全在我的掌握之中 坏了 他们知道是你偷的药 都被人还说 你的一举一动 都在他的监控之中 我们身边可能有杜别人的耳目 是谁 你说出来 给我宁顿了他脖子 我现在只是怀疑 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难道是他 能二十四小时监视我们的只有他 如果是他的话 那我们的计划 很可能他们已经知道了 不能让他活着 我想办法干掉他 不信 你杀了他的话 我们暴露得会更快 那怎么办 先看情况 独别人那边不动 我们就不动 接着 你 就不动 早就行 我 你 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肖 双肖 来 我们要合计一下 合计嘛呀 去 别插嘴 不是 我 双肖 我决定明天放风的时候动手 兄弟 动手 动手手 双肖 明天你那些兄弟放风的时候接近他们 到时候你就给他们下命令 好 是 是 但是我觉得呀我们 得有一个侧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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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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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知道吗 好啊 就这么办 大家早点休息吧 明天啊好好干一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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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i 好 好 ancial 遇到异常的情况 可以当场抓捕 若遇到反抗 立刻相避 是 殿余长 我能够请教一下吗 这次是不是 还是延西呀 现在的月亮岛 就像我面前这个鱼缸 我什么都看得见 你果然猜对了 你果然猜对了 杜碧燃在见识我们 慢慢地散开 时间到 回见识 再来 报告太隽 我听他们说 今天放风的时候 要采取行动 行动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具体行动内容 我没太听清楚 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 三号就是读别人 安插在我们身边的卧底 我们大家一定要小心 他骂的脑中 出卖自己的同胞 待会儿我一把捏死他 算为啊 三号来了那么长时间 恐怕什么事情都瞒不过的 是啊 独边人 假装了电动闸门 还派了三号来监视我们 可能我们所有的计划 他都非常清楚了 既然他知道了 为什么不抓我们 他那个人 诚服很深 是一个很自负的家伙 他这么做 是在和我们玩猫猪牢猪的游戏 这 这怎么办这个 从现在开始 大家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我估计 所以 杜别人的目的 就是要抓到领头者 然后杀一敬拜 所以说 如果三号真的出卖了我们 你们就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我身上 上断头台 也是我一个人去 如果我死 如果我死 能换回大家的平安 也算是最好的结局 废什么话 要上脚架也轮不到你 少小 现在不是成英雄的时候 你是我们的宗将 你在岛上有那么多的兄弟 你的任务 是带点大伙冲出去 完成粤语计划 那你呢 不就是死吗 如果我死 能够完成粤语计划的话 值了 不行 我说 梁是好汉 还懂得有福同享有难同大 咱们哥几个 既然灌在一艘船上 传犯了 咱就不能眼睁睁 看着你一个人去送寺 火出去了 哥几个 一起陪你去找阎王爷 索命去 也说我一个 我算是明白了 各位都是铁针针的汉子 以前我没看见其他家 从现在开始 我当无尽决定 入火了 你裹什么乱的 传犯了 你这在岸上 装什么好人哪 你早干吗去 一边去一边去 你怎么这个样子啊 你 进去 你 你 来 儿子 说你 这个人 我 八哥 进来 殿一刹 这三号敢报假情报 我看应该就得处决斩 殿一刹 您要是怕脏了您的双手 那我就 三号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没有我的允许 谁也不能碰他 你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吗 三号是我安排在六号监视的内应 如果零八零号和三八六号 有任何异常行动 我会在第一时间知道消息 那我能问得清楚一些吗 你就这么相信这个 我一点也不相信他 但是我绝对相信一个儿子 对自己母亲的忠诚 我明白 不信他 我明白 娘 您挺住 娘 咱们快到了 到了到了 娘 大夫 大夫 有人吗 大夫 我娘病了 开门哪 大夫 走 走 太军 你们干什么呀 走 跟我走 不是 太军 我给我娘看病的 哪儿也去不了 把她放下 我才不管看什么病呢 快走 走 太军 你打我娘干什么 走 放手 娘 娘 走 娘 你放开我 娘 快走 娘 快走 走 太军 娘 等你从零八零号 和三八六号身上 得到有价值的情报 我就放你出道 让你和你的母亲团聚 谢谢太军 杜鞭人为什么还不动手 他在等什么呢 难道 杜鞭人是想抓一个现行 制止越狱最有效的时机 就是在越狱车行动之前 公败垂成的结果 才是对越狱车最严重和致命的打击 这应该是杜鞭人的思维逻辑 这应该是杜鞭人的思维逻辑 杜鞭人 杜鞭人 你别干什么 杜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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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杜鞭人 杜鞭人 冷静一点 他出卖哥几个就得弄死他 你们放开我 你们都放开我 他不是人 冷静一点 杜鞭人 杜鞭人 你别冲动我 杜鞭 你听我说 我问他几句话 要啥要啥随便你 行不行 他说得对呀 我问你 你是不是杜鞭人 派过来的 是 你知道多少 我全知道 你们不是想越狱吗 你是领头的 剩下的全都是行动骨干 但是我没有出卖你们 你撒谎 为什么我们昨天才受行动 今天就加强戒备 你们昨天晚上说的话 我听得一清二楚 我一字不落地 告诉杜鞭人了 但是我确实没出卖你们 放屁 你 这还不叫出卖 我就知道 你们早就怀疑我了 你们说那些话 就是说给我听的 其实你们压根 就没有行动的意思 对吗 你是说 你故意给渡边人 传递假情报 是 你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做 我想入伙 这 放心 我不会害你们 我也是中国人 我娘病了 我要出去看我娘 我 杜鞭人说我顺利完成任务 就放我出去 我能相信日本人吗 于是我就告诉他假情报 至于你们越狱的事 我一句都没说 智隆人 我 我 ни head 谁意 其中 Trop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江富士 双小 我有主意了 什么主意 快说出来 我们可以利用江兄弟 继续向渡边人传递假情报 来个将计究计 这个渡边人 恐怕没那么好变 我们可以布一个天衣无缝的局 引诱渡边人上当 这 这行得通吗 这要是野田嘛 恐怕没那么容易 但是渡边人 他生性狂妄自负 而这个自负 就是他最大的弱点 他要是他 他要是两个人 是一位 是一位 报告 干什么 下茅房 快去快 你不相信我 我已经相信了你一次 但是虚惊异常 如果你还想活着 见你老娘的话 你不应该拿假的情报 来搪塞我 我 我没带假情报啊 太军 是这样 他们那天看你 加强戒备了 才没采取行动 我 我实话实说啊 那你告诉我 他们到底是什么行动 他们 他们 他们好像是要对 对什么人下手 你是说 他们处心积虑 这么长时间的 行动计划 结果是为了囚犯之间的 帮派争斗 对 好像还真是 太军 那个 零八零号 不是被您给征服了吗 还从您这儿 拿了好多好东西 这个事 整个监狱的人都知道了 还有人放出风 说要找机会弄死他 这个零八零号 为了活命 倒数拉帮结派 听说最近拉了个 三 三八六号 就 就是之前带过兵的那个 手下有好多兄弟呢 巧了 这 零五三号 看他也不顺言 也拉了一伙人 现在这两伙人 水 水火不相容啊 你认为我会相信 你的鬼花吗 不是 太军 我说的是实话呀 你以为我渡边 是一个白痴吗 你在六号监设 待了那么长时间 一点情报都没有 怎么会在一个晚上 知道这么多 不是 太军 我是装睡 偷听他们说的 祝别人不好糊弄 出手一定要狠 我明白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我数三声 如果你还不说实话的话 你就永远见不到你的母亲 不是 太隽 你让我说什么呀 这这 太隽 我说什么实话呀 我 我刚才说的 我都跟你说了 太隽 你让我说什么呀 太隽 二 不是 太隽 你让我说 我都跟你说了 太隽 你让我说什么呀 听说你想弄死他 对啊 台君 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 你还让我说什么呀 太隽 是谁啊 走啊 走啊 铁医生 让我来收拾他们 等一下 中国人就是这样 只要三人同伙 就开始勾心斗枪了 十人同事 就必然操格火兵 还好 让他们打吧 打不动了 各级就停下来了 属下明白了 殿狱长是想让他们狗咬口 没想到啊 他们绞尽脑枝筹划的 不过是窝里头的本性 看来三号的情报是完全可信的 是 干 我说你有病吧 有本事你冲小鬼的事去 跟我们打什么 兄弟 别误会 咱们今天这么做呀 冲的就是鬼子 老子鼻梁鼓都快断了 别说得那么严重 咱出手可是有分寸的 指剑血不伤鼓 有分寸 那行 我今天也给你来个 指剑血不伤鼓的 兄弟 兄弟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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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累了 关禁闭这几天啊 就当好好休养吧 我发现你们几个脑子 都有病 还他娘的休养 你 在鬼子面前 你就是个软骨头 打自己人倒是挺有劲的 兄弟 咱要不打这一架 咱们在这儿好好聊天 什么 那么说你们是故意的 什么 那么说你们是故意的 我们这样做有两个目的 第一 在鬼子面前演出戏 第二 为了咱们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目标 对 冲出月亮岛 冲出月亮岛 没错 兄弟 难道我们就不想逃出这个地狱吗 但是光凭我们几个人不可能成功 得把所有的劳工 全都团结起来 拧成一股伤 才有成功的机会 兄弟 咱们不计前嫌 何起火来 一块干吗 我告诉你 你以后少跟我提什么合作 我这个急性子人哪 和你这个慢性子人合不来 咱们以后各走各的道 记住了 别坏我的好事 你 逮长 找我有什么要紧的事 叶天君 现在月亮岛的产量稳步上升 刚刚得到鸟尾将军 转达了军部司令官对我们的嘉奖 这都是杜边军管制的结果 我不敢贪功 这怎么说也是我们两个人的功劳 中国有两种人 红脸和白脸 我是一个可以唱白脸的人 如果阁下可以在月亮岛唱红脸的话 那我们的配合是天意无缝 管理这些中国人是囊中之物 不过有件事情 希望阁下能办一次红脸 你说 我说的就是 六号监设的那个卧底三号 我知道 我曾经答应过三号 如果他帮我完成这个任务 我将放他出月亮岛 可是这 但是你知道 月亮岛计划是非常重要的 不能有任何人活着离开 知道 我这就去办 等一下 我不是这个意思 当初 我当着劳工的面 做出过承诺 从我开始 月亮岛将实施 最公正文明的治管 所有触犯急刑的人 将通过审判定罪 而且 我们将进行公开的审判 从囚犯中选出陪审员 你是说 兑现诺言的时候到了 殿语长 您说的一切我都明白 来 兄弟 你 咱从禁闭史出来 一直没有见到江兄弟 是不是 渡边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防他回家了 我觉得不太可能 渡边人哪 不会冒这个钱 不过 随后带到 快放开他 是 好 好 好 你为典狱长完成了任务 你大大的离宫了 他让你离开月亮岛 没听懂我的话吗 你不是要回家吗 闪了吗 难道说 你不想回到家里头团聚吗 太隽 真放我回家 当然 不过你不能公然地离开 这会引起劳工们的骚动的 太隽 我懂规矩 只有死人才能离开月亮岛 你很聪明 这你都知道 当然了 要想离开岛 只有死人 不过你不一样 队狱长对你格外的关照 你看 这是暗道的钥匙 你可以避开他们的耳目 从暗道里出去 只要一出去 到了岸上 就用御书艇把你送到对岸去 你得明白 太隽 太隽 朕放我回去 当然了 不过 你这是衣服 太眨眼了 来吧 来 来 你的君臣 你们两个喝一喝 快去 将军你他怎么还不回来上国 不回朕放党归嫁了吗 离开月亮岛的只有死人 好 好 刚才发射的越狱事件 赴蝶约展命令 肖下 ед极合 走 快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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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逃 快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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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上 走 大家听着 就在刚才发生了一起 极其严重的越狱事件 他 利用我们残苦运火的机会 打伤我们的卫兵 拖下了看守的军医 夹扮成我们的士兵 解脱越狱 越狱的结果只有一种 那就是自取名王 可他忘了我说过的话 原来倒是什么 是一个没有任何缝隙的天统 你们都给我看着 只是点狱斩 特意对这些严重 日语的人 舍领的侥幸架 我要让你们看一看 第一个上侥幸架的人 大人 娘 儿子来陪你了 吗 谁呀 呀呀呀呀呀啊 把我 推了 住手 太阳子来还有 先把他放下来 怎么回事 得着 我擅长我们玉贵的规定 对这种严重越狱的人 执行仇剑 我 我曾经说过 要把一个人推上绞行价 是要尽管公开审判的 队长 我们要摸着自己的良心 对这个人 不管你还是我 都不能违反我们的玉贵 我的权力不会大过玉贵 但是之前我们已经说定 只要是急刑处死一个犯人 是需要公开的审判 而且由我们选出的陪审员 投票来决定 他的生死 把他放下来 是 你们相信 渡边人 真的能救江兄黎明啊 他对这些人 是